好 時聰剛剛看到的是CNBC最新的專題報導 提及了郭台銘挑戰了中國 然而CNBC也最終立訊 可能替代這一個富士康 作為這個蘋果在中國最新的供應鏈 而郭台銘的決策是 他送交了一百零三萬份的連署書 但是本身連署的過程 至少高達十八個案子是會選醜聞 對 沒錯 目前為止 全世界或是台灣人都非常關注說 那到底郭董是選 是不選 還是會不會選到底 我們先講一下 實際上最新的這個消息 從昨天晚上傳出來 就是有這網路上面爆料 就是這一次富士康被查稅 跟這個查這個土地 一共最後就是說要被繳補稅一千八百億人民幣 那一千八百億人民幣 折合新臺幣是七千九百億 約莫是八千億臺幣左右的數字 這個數字大概是富士康 這個鴻海五年的EPS 所以他可能如果真的罰的話 他的每股金只會減五十塊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個 這個真的是這個罰單 那同時之間 他有兩萬個足球場左右大的 這個國有土地被收歸國有 就是你不能夠再使用一個狀況 那當然了 這是這個微博大V的這個爆料 那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的話 鴻海已經在微博上面發表這個駁斥 就說這是有心人士的這個造謠 他說他已經保留了相關的法律追溯權的這個責任 他也準備要追責這些人 那同時之間他也在台灣也發表了這個重訊 就說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確定 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中國官方的立場 就只有從這個朱鳳蓮之間講到 就是說目前為止他們就是依法行事 在在調查的這個狀況 還沒有最後的這個決定 但是我們的這個邱 邱泰山陸委會主委 就的確在十月底的就曾經說過說 中國此舉的確是要阻止這個郭台銘來參選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郭台銘已經說要參選了 他昨天就已經確定說他繳了一百零三萬 他還說他其實原本的連署是一百二十萬 他有很多是因為他覺得可能就不符規定 他把他剔除的時候才有一百零三萬 好那一百零三萬來說的話 以目前我們的這個剔除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因為都剔除率都不會很高 所以他應該跨過這一次的這個連署門檻是沒有問題的 那已經取得了這個總統大選的這個資格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 現在他既然已經這樣子了 那中國接下來會怎麼去應對他 我覺得這值得觀察 那中國去打這個富士康呢 除了當然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們講到說可能是政治的因素 他要阻止郭台銘出來參選之外 還有第二個原因 事實上這個外媒就報導就是說 現在為止來說啊 蘋果蘋果似乎呢 本身想要在中國來取用力訓取代富士康 好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這幾年的時間裡面來說 在富士康被查稅沒多久之前呢 其實庫克才剛去中國 然後他當時就去看了力訓 他似乎是未來想把力訓的單 更多就是蘋果的單呢 就從富士康轉到力訓 那同時之間呢 他要富士康你到海外去 所以他未來可能會轉單到印度去 根據這個郭明啟的爆料 就是印度在未來幾年的這個生產的 這個這個比重會拉到20% 四分之一 那裡面來說大部分就是富士康跟塔塔集團 塔塔集團最近不是收購了 我們台灣的偽創的公司的這個工廠嗎 所以由他們兩個來代工 那都離開 那離開的時候呢 那其實為什麼這時候要殺富士康 因為很簡單 你富士康現在你那麼多工廠移走了 那這些土地你要幹什麼 這些土地幹嘛就收歸國有啊 另外第二個 現在他們中國網路上那邊說 欸這個因為富士康移走了 很多人沒有工作了嘛 那沒有工作 由力訓來取代 那我查你的稅 你要離開 OK 你就留下你的所謂的買入財 或是留下你安生立命的錢 就可以離開了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就是說富士康要離婚 可能要淨身出戶 土地可能要繳過去 周歸國有 而且是中國 對 然後錢可能還要補稅 簡單講就是說 富士康要跟中國離婚可以 但是土地跟錢要留下來 對你要算總帳就對了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這個所謂稅會被補繳多少 我個人認為啦 他這個稅了 以目前為止中國鬧成這個樣子 網路上大家都在講的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大概千億台幣是跑不掉的啦 對 那會不會再更高 我也不知道 那可能要看這個目前為止 紅海的表現 富士康的表現 或是郭台銘的表現 讓中國怎麼覺得 好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他這次在查這個土地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富士康在中國大陸 到底是有多少土地 因為其實人家曾經有統計過啦 就是說這個富士康 因為他有很多工廠 這個是中國的媒體統計的 富士康的工廠的土地喔 我們看到事實上他在中國 這一個一個點 就是他的這個工廠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幾乎在整個中國的 這個華北啦 華中啦 華南啦 或是甚至四川這一帶 到處可以說都是他的工廠 就有人說他的工廠 至少是這個 如果以這個土地面積的 這個狀況 就是他可以排到第五大建商 你就知道他的土地有多少 那你現在要排第五大建商 那你過去都是 你的這些都是所謂的工業用地啊 但是問題是你知道 這幾年很多台商 在中國都要賺錢 是賺什麼錢 賺說 因為我本來是工業用地 現在變成是商業用地 被徵收之後 用這種補償的費用很多 那你富士康如果真的牽走 搞不好這些錢可以抵過 他以過去賺了所有的錢 都不一定啊 所以這為什麼中國 一定要把它收回來 我覺得這不可能讓你發重財的 我覺得土地這個部分 我覺得中國是一定會把它收回大部分 你非工廠的 他大概都給你收回的一個狀況 另外這也是一個 你看他的生產基地 那麼的密密碼碼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張圖板事實上是旺旺的生產基地 對旺旺生產基地 而且我回應一下中天節目喔 竟然做了一集說 我不懂這一個財報喔 這個中天很多節目製作人主持人 我覺得你們才不懂財報 這張圖我是從2018、19 以及到2020年的中國旺旺的年報 擷取下來的圖 那每一份年報約莫200多頁 請你們回家多讀書 讀好你們家老闆的年報 才來做節目回應我 那這張圖的版權呢 事實上已經變成公開資訊 因為它是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年報資料 然後自從2020年大選之後 中國旺旺的年報 就用一張旺旺的logo蓋下這張圖了 因為不敢讓其他人 我猜測判斷是不敢讓其他人知道說 中國旺旺的土地也超誇張 好來 這張土地跟這個剛剛黃世聰 剛剛講到的富士康的土地都一樣 就是中國的真正的大集團 他們事實上是在中國相當多地方都有土地 當然 而那些土地開發利益 到底符不符合當地跟國務院的法令 或者符不符合習近平的政策 這個其實是中國說了算 可是從土地來看都是非常恐怖的 中國到底是習近平的還是富士康的 中國到底是習近平還是中國旺旺的 當然是習近平的 這張圖來告訴你是什麼 我們看到有這個旺旺logo的就是他的生產基地 那有這個紅點點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他的這個營業所 就類似是他的經銷商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其實旺旺或是說去跟富士康一樣 去中國大陸生產的這個台商 尤其是越早去的 你批的土地越大了 當然都有非常多好處 像譬如說這幾天 大家在盤點這個富士康的時候 都在講說什麼 說什麼郭台銘最早到這個富士康 到龍滑廠那邊去看的時候 他就說他覺得這個土地很好 然後他就跟同行的書記說 眼見所丟的土地全部都我要 然後我用很低的這個價格披下來 過去就是這樣 那你問題是 你是你試想富士康是一九九六年 開始去那邊看土地 現在已經經過了二十幾年 那個土地價格都翻了幾倍啊 對不對 他現在有工廠 工廠遷走之後 未來就可以蓋蓋房地產啊 而且你知道富士康在龍滑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富士康龍滑廠 他是一個這個在一個交高速公路的交流道下來 下來之後有兩邊 一邊是富士康的土地 一邊是華為土地 華為已經把它賣掉 華為賣掉換簽總部 因為那個地方太太貴了 他現在把它賣掉變成是這個工業 這個商業住宅商業用區跟商業住宅這個部分 那因為華為是中國公司沒有問題 你你簽走我可以國家給你補貼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富士康 你以前你若是中國企業 OK我可以讓你賺 問題是你現在 你跟老美你現在要離開中國大陸去了 然後你又要選總統不頂我的話 你覺得中國有可能會讓他想這種好處嗎 想也知道不可能 所以甚至這幾天不是又爆說 他到這個鄭州廠的時候 因為他有租一個大概約莫是1.3萬平方米的 這個所謂保稅園區 當時一年的這個租金來說的話 當然就二十幾億而已啊 以現在來說都是相當低的這個價格嘛 所以等於說中國現在會對富士康這麼生氣 的確我覺得他們富士康本身稅收的減免 以前都什麼五年五免五減半嘛 這個這些的確啊 過去都給你這麼多好處 結果你現在是這樣對我的 我相信以習近平的那種態度來說 他當然會不能夠接受你就是這樣子 你都完全不聽我的話 所以為什麼會有所謂被被欲望信這種 被信忘義這種批評出來吧 就是我覺得其實中國對於郭台銘或是富康 富士康這幾年佐作所為已經有氣了 結果你居然還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哎yes please do it 你跟這個這個最高領導人公開嗆賭啊 那就沒有沒有辦法 所以他說現在當然啦 走到這一步來說 郭台銘的一百零三萬也都送出去了 那目前為止來說 檢調也在調查他的這些會選嘛 那聽說昨天是說有傳這個郭守正 這是傳言啦 就是說檢調已經有傳他去看 那這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是整個這個目前的調查 已經慢慢慢慢的靠近到郭台銘本身了對不對 那尤其是這一次很多人被收押 我才賺你個幾百塊 結果我要被關幾年 他當然會抖出來嘛 那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一次選舉的這個核心裡面 的確郭守正就是負責在管錢的部分 在富士康裡面就是說他是 因為一開始要籌錢或什麼 就大部分都從他這邊出帳 因為說真的啊 以郭台銘的個性 他也不可能讓黃世修管這些錢的問題啦 說真的 因為這個金額金額很龐大 這是幾十億以上的金額在那個地方 那我不可能讓 我不可能讓黃世修去管這個 一定是讓他的兒子 所以所以我才說嘛 假設這一波已經 這個整個檢調都已經摸到 假設摸到他的兒子的身上了 的時候我覺得現在和郭台銘還能怎麼做 就往前衝啦 現在就有一點怎樣 選上就過關啦 郭台銘也沒有退路啦 對啊 對啊 我一個多禮拜前 我在這裡跟名嘴私下打魯過 我認為他會登記啦 他會送件 他會選到底 對對 我認為他只有 他沒有退路 但是他只有前進 可是前進的速度幅度 他自己決定 他如果要衝出的 他可以很衝的 但是不知道中國要付出多少代價 但是他如果要緩步前進 散步前進 至少也維持了一個前進 但是他沒有回頭路跟退路 對沒錯 現在現在他就只能夠往前衝 你如果真的往後退 那你當初花了那麼多錢 那麼多精神 那你可能家人也會吃上官司 然後你自己本身在中國大陸 這一波股價 我跟你講 股價這一波來說話 以富士康本身來講 以鴻海本身啦 他大概市值已經蒸發了 大概一千三百億啦 他自己本身 如果你乘以十二趴左右 就是他這就是郭台銘本身蒸發掉的錢嘛 所以他也付出了一些代價啊 那你要都這樣到這邊 然後你跟他說 欸 stop 我就完全停住 那停住問題是你看 這幾天中國對他在網路上說的批評 說的那個也不是能夠停得住的啦 他無論我跟你講 他退選罰金比較少 對 他不退 他如果不退的話 也是罰金比較多 就是差別在這個樣子 土地我覺得大部分都一定要給收回來 那是一定的啦 所以他也在盤算 怎樣對我是最有利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覺得他目前為止 可能就抱著鋼盔先慢慢的衝 但是怎麼衝 他當然有他心裡面的盤算 他心裡面的盤算 當然我我認為 如果你如果是他要盤算什麼 整合柯文哲 當然是先整合柯文哲啊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過去的民調 美麗島的民調裡面來說 有些很多民調都證明一點 就是郭柯裡面 他們有些粉是重疊的嘛 好那如果我真的 過去一段時間民調 民調一直掉 是因為大家都覺得看 所以我不會選嘛 所以都跑掉 那我現在再出來 你看這幾天 這個柯文哲的民調 就有點往下走了嘛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跟柯文哲去談整合 有沒有這個條件 對不對 他有很多資源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柯文哲 誰都不怕 你看他怎麼這樣修理 這個侯友宜的 怎麼樣 怎麼靠誰國民黨 可是他很少靠誰 郭台銘 對他坐在郭台銘旁邊 都乖得像老婆 他很少這樣 所以郭台銘一直自認說 他最有能力整合柯文哲嘛 對你要黃師兄也是這樣說嘛 所以我才說他現在 或許他的想法 是看能不能夠整合柯文哲 然後來跟這個國民黨再叫牌 當然這是他的想法 但是客觀上能不能夠做到 這個我們當然就繼續看下去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